今天我们介绍到光的偏正 一个自然光像太阳光 像我们的日光灯 它的正 它电场 我们通常都拿电场来看 不谈磁场 其实当然有磁场 它的电场呢 震动的方向 什么方向都有 这是自然光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些每一个电场 我们都把它分成X分量跟Z分量 每一个都分成X分量跟Z分量 然后每一个的Z分量加起来 就是它的总电场的Z分量 每一个Y分量都加起来 就是总电场的Y分量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 当做是一个自然光 就是说 它的X分量跟Y分 跟Z分量啊 都一样 都相当 那么 像这种光 我们就叫做 非偏正光 它没有偏正 它什么方向的震动 都有 OK 好 那么现在我们 看如果一个自然光 从这里射过来 经过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叫做偏正片 偏正片 你看它 它画出这么一条一条的 东西 那就表示说 这个光 经过 这个 长条状的 这个物质以后啊 它的震荡呢 只有 顺着这个方向的震荡 可以过来 跟这个方向 垂直的震荡 电场就过不来了 于是呢 就把 跟这个垂直方向的 电场就滤掉了 所以只有部分的过来 因此这个 我们就叫做偏正光 偏正 那么它的强度呢 因为 X Y跟Z都一样 一样大 你现在把Z 滤掉 就是 剩下Y 所以它的强度 就是原来强度的 二分之一 那么这种片 我们称它叫做 人造偏正片 人做的 人造的 不一自然的 比如说我们 有一些塑胶 塑胶袋之类的 透明的 那你把它塑胶袋一拉 它这拉紧的这一方面呢 它的有多的分子啊 就顺着拉紧的这个张力啊 还得起来 还得起来 于是就像这个样子了 那 有一部分光可以过来 另外 跟它垂直的偏正光 就过不来 那么这种片呢 我们又称它叫做偏正片 Polarizing sheet Polarizing sheet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如果把 Polarizing sheet 转动一下 比如说你把这个 长条状的 转到垂直方向 传到水平方向 那么 它这个偏正的 也就水平的过得来 水平的过得来 垂直的就过不来了 但是它的强度呢 还是只有原来的二分之一 因为原来这个 这个任何一个方向都有啊 你如果把它 任意分成两个互相垂直的分量呢 那么任何一个垂直的分量 都是原来的这个 这强度都是原来的一半 那么 像这样子的 自然光 经过一个天正片以后 强度变成二分之一的I0 原来的这个强度 那这个叫做 半数 规则 One have rule 这个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如果这个 已经是一个偏正光了 已经是一个偏正光了 你再把它摆在一个偏正 通过偏正片的时候啊 你看它可以分成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这个Z分量过不来 Y分量才可以过来 OK 那这个时候的Y分量呢 Y分量EY就等于Ecos 就是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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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I' 就是这个方向天正的光 它的强度 当然就等于 Ey 那E平方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强度呢 假如 原来的电场是E 它的强度是I的话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它的偏正光的强度啊 就是等于原来的强度 乘上 Cos I平方 Cos 那这个 这个世界一定要记起来啊 这个叫做 余旋 平方 规则 Cos Square Rule 那就算已经偏正的光 它的强度是I 再经过一次的偏正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时候偏正的角度 跟原来这个角度 原来偏正的角度 加C他角的话呢 那么它新的偏正强度啊 就是等于原来的强度 乘上Cos 平方C他 OK 这要记住啊 好 那么我们以后就可以应用这两个规则 来求 光透过 不管你有多少个偏正片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这两个规则啊 一个一个 一个影响 加另外一个影响 加起来 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啊 就说他 最后的偏正光 它的强度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个自然光从这里进来 自然光啊 而经过这个偏正片的时候呢 他只有这个方向的偏正 这个方向偏正呢 是在二分之一 就这个 I0的二分之一 那这个偏正就是朝这个方向了 不像这个 不像从这里出来 什么方向都有啊 就这个方向 他再经过一个偏正片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这个方向 跟他原来偏正的这个角度 是60度 所以穿过来的I2呢 就等于I1乘上cos 平方60度 这个时候的偏正就是 这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 如果你再摆一个偏正片 再摆一个偏正片 这个偏正片呢 跟他 跟这个 不管夹多少角 我们说夹细大角好了 那么从这里出来的 这个方向的偏正强度 就是I3 它是I2乘上 这个 他跟他夹c的角 我们刚刚说 对不对 cos平方c的 那I2又等于I1 cos平方60度 I1又等于1分之一 I0 照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把这个 最后的结果算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这个就是真的计算了 有三个偏正镜的组合装置 第一片 是偏正片 它的偏正方向 圆着Y轴 这样子 第二片呢 方向跟Y轴夹60度 第三片 方向 第三片的偏正方向 为X轴的方向 就是水平方向 是水平方向 我们把强度为I0的自然光 通过这个组合的装置 那么它从第三片 偏正片 穿出的偏正光 它的强度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一级一级来算 先算I1 I1是在2分之1I0 人家这是自然光 不管哪一个方向 你去偏正 不管哪一个方向 都是2分之1I0 然后现在的偏正就是这个方向了 然后再经过一个这样的偏正片 它偏正的方向 跟这个是夹6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取出 I2是等于I1cos60度 I2等于I1cos60度 你再把I1带进来 就等于这个 然后这个呢 就是水平呢 水平跟这个角 跟这个方向 夹几度啊 30度 对不对 30度 所以I3就等于I2 cos平方30度 那I2就是这个了 你把这个带进来 cos30度 那平方就等于这个 这个很简单啊 你只要把 把这个 提住 这个 不管它多少简 都很好帅啊 好 以上是人造的偏正片 让光线呢 会 偏正 它的用途 比如说 呃 我们的眼镜 有 太阳眼镜 有的就是偏正光 让外面进来的光呢 那外面的强度是I0 见到我们眼睛 它就一级啊 就一片啊 所以是二分之一I I0 就减少了一半 那么我们坐 我们的汽车 有隔热板 隔热玻璃 隔热纸 那么它也是一种偏正 它把阳光 外面是自然光 射到车子里头 就变成偏正光 它把它的强度啊 减弱了 所以偏正 我们用的很多了 好 现在我们讲另外一种的偏正 就是反射而产生的偏正 反射 刚刚是人造偏正 现在是自然的 光线射到某一个物体 然后产生反射光 像这个 入射光在这里 射到玻璃上面呢 它就有反射光 跟折射光 那么我们发现了 它反射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光啊 这是自然光了 我们把它的偏正分成了 这样的垂直 就是说 现在入射线 反射线 跟normal line 跟法线 三个是在同一个平面 这个叫做入射面 入射面 跟入射面垂直的方向 我们就是用这个打点 小小小的圆点 来表示 就表示它是从里头出来这么震大 然后跟这个 入射面 平行的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 你看它这个 这两个箭头 双箭头 就在这个平面上面 看 自然光可以分成这两种偏正 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 我们发现了 它反射光 因为它的光是怎么样呢 我们光经过反射 它有一部分是折射 一部分反射 所以它的强度 这两个强度合起来 才是这个强度 所以这两个强度 各自都会比较减少 都会比较减少 但是减少是减少 可是啊 它还是 这个地方 还是这个自然光 就是说 它这个 两种方向的都有 垂直偏正 跟平行偏正都有 但是我们发现 它一反射以后啊 它这个平行偏正啊 会变得更少 垂直偏正 它不会让它变得这么少 OK 如果说 我们知道这个 反射定律 就是 Zeta 1 要等于Zeta 1 如果我们把这个角度 角度 调整 调整 你可以 变大 也可以变小 但我们这个角度 Zeta 1 等于某一个角度 Zeta C 的时候 就说 你看这个 把这个加大 变成Zeta 1 等于Zeta C 当然Zeta 1 也等于Zeta C 诶 这个平行偏正的部分 反射光的平行偏正的部分 就没有了 不见了 不见了以后啊 那这个反射的光呢 它就变成 只有垂直偏正的部分 只有垂直偏正的部分 那么这个是 我们发现 Zeta 1 等于Zeta C 某一个角 这个角 我们就称它叫做 我们有一个 名称 Zeta C 那么 这里 就是我刚刚 所讲的 那这个 Zeta 1 等于Zeta C 的时候 完全变成 这个 反射光 完全偏正 那么 这个角 Zeta C 其实我们应该 称它叫做 Zeta B Zeta C 容易跟我们 前面的这个 完全反射的角 凝结脚 搞混了 它等于Zeta B 的时候 只剩下这个 垂直偏正 那么这个Zeta B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 Booster's Angle 叫做布鲁斯特角 但入射角 是等于 布鲁斯特角的时候啊 它的反射光呢 只有 垂直偏正 只有垂直偏正 OK 那么 布鲁斯特发现 在反射线成为 完全 拼正状态 的时候 就说这个时候 完全拼正了 我发现呢 反射线 跟折射线 它的夹角是 90度 90度 那90度的话呢 因为这是180度啊 这个90度 所以这两个角加起来也是90度 那这两个角就是什么 Zeta 1 我们就把它变成Zeta B好了 Zeta B 因为这个图片有时候我从各种书上面 看哪个书上面比较清楚啊 我就用那个 它可能写的Zeta C 那么我们就改成Zeta B好了 因为它叫做Booster Angle 好 它就是 Booster Angle 加Zeta C 要等于90度 那Booster Angle呢 就等于90度 减Zeta 2 或者Zeta 2 等于90度 减 Booster Angle 那么 假定 这两个戒指 那这个是N2 它的折射率 空气是N1的话呢 那么有Snell's Law N1 3Zeta 1 等于N2 3Zeta 2 还有就是Zeta 1 等于Zeta 1'等于Zeta B 这个是反射定律了 好 那么我们 现在把Zeta 1 当它等于Zeta B的时候 Booster Angle的时候 好 这个带进来 好 Zeta 2呢 是等于 3 3Zeta 2 就算90度减Zeta B 是等于Cosan Zeta B 那我们把这个Cosan Zeta B 除过来 N1除过去 我们就可以得 Zeta B 是等于 Attention N2 over N1 这个要记住 这个是 布鲁斯特角 的关系 跟两个 戒指的折射率之间的关系 OK 如果我们把这个N1当作1 这个是1 N1是1 N2呢 就是任意的一个戒指N 任意戒指N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什么 Zeta B 等于Attention的N 这个关系 我们就称它叫做 布鲁斯特定律 Brues Ties Brues Ties Brues Ties 刚刚讲的是 自然光 在反射的时候 它会产生 偏正光 如果这个反射光 是完全偏正的话呢 那么 入射光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它的入射角 是Brues Triangle Brues Triangle OK 好 现在我们看 另外一种 产生偏正的方法 就是散射 光射到某一个物体 那么它的 射到某一个物体 我们现在看 Jakine这是一个物体 某一个物体 好 这个非偏正光射进去了 我们知道 光里头有电场跟磁场 电场 我们就看电场 电场在振动 而我们的物质呢 它都是由 原子核 跟它周围的原子 具体所构成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原子周围的电子 会因为你这个震荡的电场 震荡的电场呢 受力 那么它受力 因为跟电场 推动是一样的 所以它方向就 它是受电场推动的影响 所以它震荡的方向呢 就跟原来的电场啊 的震荡一样 比如说原来电场 它有这个方向 也有这个方向 那么这个 电子呢 也就是这样震荡 它也把它的震荡 可以分成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这是里头的某一个 某一个电子 那这个电子 这样震荡的时候啊 我们看这个方向 出来的光 电场这样震荡 那么它的电磁波 会朝这个方向行进 我们知道电子波叫做横波 它是一种横波 就是它电场跟磁场 震荡的方向 都跟它行进的方向垂直 电场这样震荡 它会产生一个行进波 这样子的 这样震荡的电场呢 在这个方向呢 不会产生电子波 因为没有电磁波 它的行进方向 是跟这个电子 或者电场震荡的方向 平行的 没有 所以 虽然这个原子 里头的电子 这样震荡 两种分量都有 但是只有这个分量 产生的电磁波 会传出来 这个方向啊 如果你要看它朝 朝这个 Y方向传播的呢 我是没有画出来 Y方向传播只有这个 这个震荡的 电子波才会传出来 这个就传不出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是 所谓的散色的 凭震 散色凭震 那么 各位看到我们天空是 蓝色 为什么是蓝色 当然是 一方面因为它有大气 你到月球去看 那个天空 只要不对到太阳看了 它都是黑的 它没有气 没有空气 而空气里面呢 空气里面 它空气里面的这个分子啊 气体分子 它的电子的震荡方向啊 它震荡频率啊 就跟我们太阳光的 蓝光的频率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所以蓝光产生偏正呢 会让这个电子啊 蓝光 蓝光啊 蓝光里头的电厂啊 震荡 它会影响这个电子 这个电子就跟着这个 这个这个震 震荡方向一起震荡 一起震荡 比如说 太阳光 从这里进来啊 比如说这是东方 从这里进来 你抬头看这个 在天上啊 它 它这个 这样子震荡 它都有 对不对 都有 就是蓝光 它原来的蓝光 也 也 也不止 也没有偏 也没有说是偏正啊 它 它是完全非偏正啊 什么方向都有啊 好 它就产生这种偏正 这种偏正 好 那么它 这种偏正以后啊 比如说这种光 这样的偏正 它会圆着这个方向 你这个光 可以把它奔成这样的偏正 这样的偏正啊 不一定是这两种 好 就是你在这里看 当然光是从这里 看过的 好 那么 这样子偏正的光 传到你这里来 好 那 它 就说这样 正当的会传到这里来 这种震荡的光呢 跟这个 这样正当的传过来 跟这个垂直的 正当方向的光呢 就 传不过来 就跟这个一样 好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偏正光 它有一部分蓝色的光呢 因为它会带动这个电子震荡 它都是这种蓝色的 蓝色 蓝色的关于震荡 它四面八方都会放射 像这种 其实它四面八方 都会有 都会有这个射线 不但只有这里有了 都会有 有的地方是 有的地方 它是 完全凭整 有的地方 不一定完全凭整 好 所以 四面八方都产生散色 这种叫散色 那你眼睛在这里看的时候 那只看到 这一部分的散色光 这个散色光呢 四面八方都有啊 那你就 有一部分你看不到 部分看不到 好 那你看到的只有蓝色的 这一部分的蓝色光 它的分子很多了 你看到的都是 四到你眼睛来的 都是这种蓝色的光 所以你就觉得蓝色 好 它其他的红色了 其他的颜色呢 其他颜色 它因为不会 比较不会引起这个 电子的震荡 所以它就从这里穿过去了 从东方这里 穿过去了 它没有 它没有 散色 所以你看不到 好 一个白色的光里面 白色的光里面 经过它的散色 就是把它的蓝光 散色掉了 剩下的光 就是红色 所以说 你在早上 如果你面对 这个东方的话 传到你眼睛里头来的 就是红色 因为这个蓝色光 已经散射到别的地方去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 在这一方面 但是它很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自然里面 散色而产生的偏证 那么偏证就是分为这几种 人造偏证 然后反射偏证 再来就是散色证 OK 好 这一章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来我们就要看下一章 啊